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官员透露,美国飞弹驱逐舰迪凯特号, USS Decatur,今,30日,是近南沙群岛南寻郊, Gavin,和赤瓜郊, Johnson,12海里范围内,执行航行自由任务。 据美国媒体CNN报道,二名美国官员表示,飞弹驱逐舰迪凯特号今是入南海南沙群岛12海里范围内,在南寻郊、赤瓜郊附近行使自由航行权利。 美官员指出,美国军每天都在印太地区活动,包括南海地区,其行动依据都是按照国际法规定,美国将在国际法允许的领域执行飞行。 航行合作业,美国官员进一步强调,航行自由的目的是挑战过分的海域主权要求,这是为了保障所有国家能在国际法规定下自由使用海域、空域的权利。 针对性十足,CNN指出,这是继今年5月份后,美国海军再次在南海执行航行自由任务。 当时,飞弹驱逐舰西金斯号、USS Higgins,和飞弹巡洋舰安提探号、USS Antitam,在5月底驶入西沙群岛12海里范围内,在永兴岛、中建岛、赵树岛、Tree Island、东岛、Lincoln Island、附近,行使自由航行权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